國際歌校李文宇7月5日不幸離世 終年48歲 消息震驚華人娛樂圈 全球多個國家地區都有報導死訊 對於Coco的真正死因 外界一直盛傳她是用指甲刀鉗割墨自殺 不過Coco的二姐姐李斯林 受訪時已否認 她說妹妹手上的傷並不足以致命 之後再有傳媒爆料 說Coco的真正死因 其實是二物一廢導致窒息而死 由於Coco並非自然死亡 按照香港的相關規定 需要對其遺體進行解剖詩檢 今日Coco的兩位姐姐李秋林和李斯林 前往瑪麗醫院和法醫官見面 李斯林表示 法醫結果大概需要兩個星期完成 她希望外界不要再隨意傳測妹妹的死因 不希望這件悲痛的事變成一則八卦新聞 她再三強調 要等法醫的報告出來 才可以確切妹妹的真正死因 她又透露 86歲的媽媽目前狀況比較差 家人都非常擔心 她希望各界可以及予空間 處理妹妹的身後事